深夜十分 大家街上传来碰碰碰的声响 还有玻璃碎裂声 有男子持棍棒 正在砸毁店家门面玻璃 监视器画面也拍下 凌晨两点有男子手拎着棍棒类的物品 走向店家 后面跟着另一名男子也是拿着球棒 接着不到一分钟 两人又一起慢慢往回走 还不时回头张望 这时店家已经被砸毁 我听你讲 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 这间被砸的是一间洋酒专卖店 玻璃还是破碎的状态 里面陈列的商品也有部分 掉落在地上砸毁了 看起来还是暂时无法正常营业 店家大门口摆放的广告布条 写着桥迁之喜 公司货特价一箱七百元 附近居民说店家刚搬过来 砸店纠纷是否跟生意有关 警方展开追查 经了解系店家与三名涉案对象 于日前有发生口角纠纷所导致 警方在当天傍晚六点逮到涉案的三名嫌犯 他们向警方公称 日前曾和洋酒专卖店店家发生过口角 才会趁凌晨上门砸店 不但让店家暂时无法做生意 半夜瓶瓶瓶瓶的声响 也让附近居民吓得一夜睡不好 三十位廖国生 谷福仙 嘉宜报道 明将阜瓶瓶瓶瓶瓶梭 gu2